哈喽大家好,今天又要给大家来开箱了 今天要开的箱呢就是 我的亚米包裹终于到了 前段时间收到一个邮件亚米的PR 看了我的视频,说很喜欢我的视频 所以想麻烦让我帮他们做一个开箱的分享 但是首先我想跟大家说,我选的所有产品 虽然是他们免费寄给我的,这支视频没有收亚米额外的钱 我本人之前也是经常在亚米买东西 自选的东西也都是我自己觉得平时会需要的 然后和我平时喜欢吃的东西 所以就是想跟大家先说一声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开这个箱吧,等了好久了 哇,第一样香飘飘奶茶,我买的是香郁味的 我真的就是从小就聚爱喝奶茶 那个时候我小学的时候 其实北京包括很多其他城市 我觉得奶茶店应该都不是很多 所以当时出了这种速溶的奶茶 已经觉得非常的幸福了 我记得特别清楚 小学的时候每周六晚上就会准备好我的香飘飘奶茶 然后准备一包乐视薯片 坐在电视机前八点钟准时收看快乐大本营 第二样啊,这个真的是我想吃好久了 因为我对美食你们也知道 特别的热衷了 特别喜欢看那种什么各种测评 什么奶茶测评 然后泡面测评 我甚至都看过黑芝麻糊测评 真的测评这种东西 真的是我最喜欢看的推文了 种草好久了 这个cheese ramen 特别特别想试一下 我觉得这种就是切个午餐肉 煎一颗鸡蛋 甚至放一片那种起司片在上面 让它慢慢的融化掉 应该会非常的好吃 超级期待 这个上海万年轻 这个好像也是一个那种怀旧类网红美食 因为我不是上海人嘛 其实没有吃过这个 但是看着它这个包装 我就觉得这饼干一定很好吃 就因为它这个包装就特别的OG 打开尝一下 我一打开这个就是那种香葱味 就就冒出来了 这是什么味的呀 它是这样 这个样子万年轻 这是一个植物吗 这好好吃 就那种酥酥油油 很多那种香葱味的一个饼干 这好好吃 我觉得真太好吃了 这个是我一定会回购的 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这种纯朴 朴实的饼干的味道 它这个就很像小时候不会吃的那种饼干 然后我买了两袋这个黄飞红 这个我就打算就吃饭的时候 就在旁边放一个小碟 倒一点花生米 我们家是会自己炒花生米的 每次吃饭的时候 姑婆就会放一个小碟 然后装花生米 吃饭吃菜的时候 就会加一点花生米 但我自己这边也不会炒花生 所以我就想买一点这个黄飞红 平时可以吃饭的时候顺便吃两颗 下一个 我买了一袋这个香葱味的锅巴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觉得香葱味的任何东西都很好吃 之前其实我也没有特别喜欢吃锅巴 是直到看了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 是路遥芝麻利里面他们在吃锅巴吗 好像是的 然后我跟我朋友看完之后 我们就去超市买了很多袋 我们就把太阳锅巴就所有的味都买了一遍 然后就在家吃 从那个时候开始爱上锅巴这个零食的 我还买了一袋这个旺旺的烧米饼 这个看起来其实跟那个小小酥 旺旺小小酥长得有点像 但它可能就是大版的小小酥 等不了了 尝一个先 它这个跟雪饼长得差不多大 样子是小小酥的样子 好吃 就是大的小小酥 巨型的小小酥 刚才的这个香飘飘是小学的记忆 这个三加二就应该是我的初中记忆了 我记得我初中有一段时间 就是经常去我们学校的小卖部 买这个三加二饼干 当时有一段时间喜欢吃香草巧克力 然后有一段时间天天吃蓝莓味的 这次买了一个这个香浓奶油味的 我记得好像还有柠檬味吧 柠檬味是绿色包装 蓝莓味是紫色 然后巧克力香草是红色的 初中的时候心真的很大 完全不会想什么要控制体重 或者就保持身材 这一说就完全没有 一天一个午休干掉一包这个三加二饼干 下一个零食就是老檀酸菜面 我觉得大家知道这个老檀酸菜面 应该都是因为汪涵吧 反正至少我是 因为那个时候我真的就是湖南卫视的铁杆粉丝 就是天天向上 快在门我都很爱看 当时记得特别清楚汪涵代言的这个老檀酸菜面的那个广告 当时看完我就去买了一包 我觉得超级好吃 这次也来怀个旧 下一个零食就是这个像米老头一样的那种 但是这个牌子它是韩国的 这个就是典型的那种低卡健康的零食 下一个又是一个泡面 天呐我真的买了很多泡面 我家里还囤着很多 我又买了这么多泡面 因为我看到这个真的是无法抵抗 四川铺盖面 然后它这个是番茄酸汤味的 你们不觉得一听这个名字就是那种非买不可的吗 我其实还蛮喜欢吃这种宽面条的 所以听到铺盖面我就很想吃番茄酸汤 我自己说就是番茄酸汤这四个字 就是我的要飙口水 下一个零食是果冻 果冻也是我小时候就是最爱的零食之一吧 我小时候最最最喜欢吃那个洗脂狼的那个就是橘子的果冻 就是也是小小一个 然后里面有一半橘子罐头的那个果冻 但是亚米上现在好像还没有洗脂狼 哦有有有洗脂狼那种吸的那个 那叫什么 吸吸爽还是什么呀 说好的开箱视频怎么变成试吃了 还可以还不错 我觉得可以给八分就比较正常的芒果果冻吧 下一个我买的这个仙草丼 因为大家最近要是看我vlog 就是知道我特别特别爱喝奶茶 然后其实我一般喝奶茶倒不会加仙草 我最喜欢的就是珍珠 但就是看到这个仙草我突然想起了奶茶 然后想起了奶茶我就对这个产品很有好感 这是什么鬼逻辑 对反正就是就看到这个仙草丼 感觉应该不错就买了 仙草应该也算是很健康的零食了 我刚刚还在说洗脂狼呢 我居然忘了我买了一个这个 这个到底叫什么呀 这个叫 中文叫什么来着 稀稀爽吗 稀稀爽吗 稀稀乐吗 我真的忘了 反正对这就是我小时候也特别爱吃的 我觉得葡萄味的所有东西都很好吃 我比如说挑一包软糖 有葡萄味我一定会挑葡萄味的 这个果冻我也挑了葡萄味 除了我的香飘飘速溶奶茶以外 我还买了一个这个维他奶的港式奶茶 我之前喝维他奶都是喜欢喝它的维他豆奶系列 我不知道它还有港式奶茶 然后这次在亚米商看到 我也就是果断的下单了 想尝一下这个 非常的好奇他到底好不好喝 吃的部分我好像就已经说完了 这次买了一个这个 我看亚米商也是挺火的这个面膜 这个是日本摩洛哥黏土面膜块 cosme大赏寿赏 他真的是得了奖的 就我买面膜喜欢买那种 就是奇奇怪怪的面膜 有动物脸的呀 或者就是那种自己搅拌的那种面膜 我觉得做面膜就是为了好玩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牙膏 看他这个有美白功效 然后又是日本的牙膏 我觉得应该不错就买了 我又买了一个这个铝的洗发水 还有护发素 上次双十一就是我淘宝开箱里面 我也买了这个嘛 我真的觉得超级好用 而且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 它的这个中药的味道 我闻到这种中药味 我就会觉得它很天然 很植物的感觉 而且我是真的觉得 用它洗头发的发质 真的会变好一点 好了今天的最后一样商品 你们准备好了吗 当当当当 这是一个 真的没错洗脚盆 我现在真的越来越养生了 我真的觉得尤其是女生 真的是要特别保护自己的身体 以前初中的时候 冬天可以穿丝袜出门的 我现在想起来 我想给自己两下 真的就是太不爱协身体了 所以我现在冬天真的就是 裹得跟个熊似的 因为确实就是平时上学 也不会有人看你 就是有人看你又怎么样的 就是自己的身体一定是最重要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 然后觉得我是时候 应该拥有一个自己的脚盆了 这个真的很好 因为它很深 然后又是这个两个脚丫的形状 完美的脚盆 给大家看一下 录完开箱的惨状 好了 那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么多了 如果最近有想在亚米上 买东西的朋友 可以用我的一个折扣码 Hillary C3 可以减三刀 虽然三刀就是不算什么 但是毕竟还是3721 21块人民币 如果你用了我的折扣码 我会得到一点点的提成 所以如果有介意这件事情的朋友 你也可以不用我的折扣码 决定权在你都没有关系 这次亚米也有一个回馈粉丝的 一个抽奖的活动 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抽奖的规则 第一就是关注亚米的Instagram 然后第二就是找到这一篇贴文 第三就是tag一位好友 再提到我 然后就可以参加这次抽奖了 奖品就是价值100美金的亚米利卡 100美金真的还挺多的 看我100美金买了多少东西 还有一个洗脚盆 好了 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么多了 你们看到这支视频的时候 我应该再放春假 此时此刻应该正在和Della一起旅行 所以你们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travel vlog 然后就是祝大家春假快乐 好了 那我们就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 大家一定不要像我这么粗心 我差点把这个给扔了 还好它这个标识还挺好的 我买的这个Kate的睫毛打底 我 Ό鴛想的 我们下期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